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29日星期四 亚洲时间是4月30日星期五 时隔将近一个月 中共国防部29日回应了美国马斯廷号指挥官翘脚照事件 要求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中共方面的说法坐实了照片的真实性 也变相承认了美军在对峙当中的绝对优势 美联社29日报道 负责监督美国核研究和炸弹制造的联邦机构 已经批准了一项几十亿美元的核能计划第一阶段 制造美国核武器最关键的部分 中共金融监管部门29日联合对腾讯 京东金融 字节跳动 360数科 新浪金融等13家从事金融业务网络平台进行监管约谈 指出网络平台普遍存在着无牌超许可范围 从事金融业务等严重违规的问题 韩国媒体美日朝鲜透露 金正恩刚刚处决了一名高级官员 原因是这名官员违反了金正恩购买德国医疗器材的指令 转向进口中国大陆的器材 截至到美东时间4月29日下午3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84万0114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亿5020万9590人 死亡总数是316万3396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拜登执政100天 昨天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进行了演讲 这次演讲拜登创造了三个历史 但是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 我们从四个大的方面来聊一聊 另外拜登执政100天的问题多多 两党批评的同时 川普似乎开始了竞选助跑 在中共呼吁人们支持华为的声浪之下 苹果在大中华区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特斯拉是不是也会销量暴增呢 中共在宰了阿里巴巴之后 现在又传出通知腾讯至少要罚款100亿 那么腾讯之后会是谁呢 还有疫情情况 印度的变种病毒已经传入了中国 在一些城市已经检测到了这种病毒 五一小长假就叫到了 大家需要格外的小心一些 昨天晚上九点拜登在参众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 这场准国情自问 创下了三个历史 一个是时间的长度 前后长达65分钟 是近代美国总统的最长的一次首场演说 第二个是出席的人数少 只有网届国会演说的八分之一 以前的美国总统在国会演说历年来 都有1600人左右出席 据称这次是因为疫情 拜登的首场国会演说只邀请了200位国会议员 还不能携带家人 第三个是第一次有两位女性 同时出现在拜登身后的讲台上 一个是副总统哈里斯 另一个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这场演讲当中 拜登从几个大的方面 阐述了上任100天取得的成就和计划 在成就部分 他表示美国已经提供了2亿多支疫苗 从1月开始 因为疫情而死亡的老年人大幅减少了80% 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拜登表示在过去的100天 美国在应对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疫情之一 取得的进展 是美国前所未见的重大后勤成就之一 不过共和党唯一的非议参议员 蒂姆斯科特在随后的回应当中指出 这些都是得益于川普政府推动的疫苗开发 以及复苏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拜登政府只是继承了已经扭转的趋势 拜登说自己有成绩 但是共和党并不承认 拉斯穆森在今天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其中显示有许多美国选民认为 拜登执政的前100天是失败的 在1000位受访者当中 44%的人认为是失败 36%的人认为成功 咱们从四个方面来说一说 拜登的这个百天执政 第一方面就是自由主义 大杂烩的就业计划 拜登在提到他即将推出的 这个美国就业计划当中表示 说这个计划能创造几百万就业岗位 和数以万亿计的经济增长 他说几十年前 美国花在研究上的这种研发经费 占GDP的百分之二 但是现在还不到百分之一 这种情况使中共和其他一些国家 正在追赶上来 他说美国必须开发并主导 比如电脑芯片 清洁能源等未来产品和技术 拜登还表示 说新就业计划创造的工作机会 近90%不需要大学学位 75%不需要副学士学位 拜登功夫的这个就业计划 规模高达1.8万亿美元 加上先前的这个基础建设和就业计划 整套新方案总规模 大约是4万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的年度联邦预算规模 不过共和党议员已经表示 要否决之前的2万多亿美元的基建投资 还有一位关键的民主党参议员 也不支持拜登的这项计划 一方面是因为规模太庞大 另一方面 用在道路 桥梁等基础建设方面的 实际投资并不多 美国联合矿山工人发言人菲尔史米斯 对布莱特巴特网站表示 拜登昨天谈论的是建筑工作 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具体的 大部分都是骗人的 他说拜登所谓的绿色能源工程 将危及到数以百万计的 美国能源工人的工作 拜登早前关闭了川普政府推动的 Keystone XL输油管道 这一个动作就是美国失去了 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 连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也对拜登的这个做法感到困惑 工会代表警告说 与石油工作不同 这些绿色工作可以外包给别的国家 上个月 休斯顿记事报报道说 清洁能源工作 比如风力涡轮机方面 或者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等方面的工作 比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薪水要低很多 石油天然气行业 即使是较低级别的工人 也可以赚到六位输 而且这些项目一旦完成之后 只需要很少的工人去维护 能保持它运转就行了 大部分的工人将再次失去工作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指出 拜登的就业计划 是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大杂烩 他将摧毁所有产业 而在道路桥梁上仅花费一小部分 再说第二个方面 载富翁养懒人的加税计划 拜登要推动16年的义务教育 比原来的中小学12年教育 又增加了两年的学庭教育 和两年的社区大学教育 拜登表示 华尔街没有建立美国 是中产阶级建立了美国 而工会建立了中产阶级 所以他要对美国的企业和最富有的1% 这些美国人要加税 其实拜登的这个说法是有明显问题的 建立美国并不是哪一个人 哪一个阶级 而是整体的美国人 每一个美国人都有不同的贡献 并不能单纯说是哪个阶级建立了美国 但是拜登却以此为理由 要对这些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富人人群加税了 说白了 拜登这个加税措施 不管他说的多么冠冕堂皇 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从富人身上割肉 养着那些不想干活的懒人 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 只要肯付出辛苦去劳动 那就可以赚到钱 不用说养家糊口 甚至生活还会比较优越 这是一个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的社会 所不同的就是 人们赚到的钱 有多少的区别 这不像中国大陆 劳工非常廉价 挣到手的钱没有几个 美国的人工很昂贵 时薪都不低 因为这是一个尊重人的社会 所以美国的穷人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 他是不想付出劳动 他们就等着政府的救济 靠政府养着生活 所以拜登的这个加税措施 等于是告诉那些懒人们 你们不用干活也没关系 再给你们四年的免费教育 这笔钱就从那些最有钱的人身上出 但是美国的有钱人呢 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辛苦劳动赚来的 也是辛苦钱 而拜登却对这部分人下手 要给他们加税 这就等于是告诉那些 付出辛苦劳动 努力赚钱的人 你不能太卖力赚钱 因为你的年收入要超过40万美元 我就狠狠的宰你 所以说拜登这个就业计划 实际就是一个鼓励懒惰的计划 他要杀富济贫 养着不干活的人 福克斯新闻引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布鲁克斯·辛普森 他表示 拜登上任的前100天 推动的议程甚至比奥巴马还要左 拜登的所谓计划 是极端激进主义的一种夸大其词 再说第三个方面 不寻求冲突的抗共 在对华政策上 拜登表示说 中共对美国的工人和各行业都存在着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比如为国企提供补贴和窃取美国技术等等 他还承诺 美国将在印太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不是为了引发冲突 而是防止冲突 拜登表示自己和国务卿布林肯 以前曾经投入大量的事件 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接触 他直指习近平极为认真的 让中共国家成为世界上最举足轻重 不容忽视的国家 拜登说 在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讨论当中 我告诉他 我们欢迎竞争 不寻求冲突 但是我非常明确的表示 我会全面捍卫美国的利益 听上去拜登对中共的政策是挺强硬的 而且拜登在发表演讲之后 中共的外交部和环球时报都很快做出了回应 比如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汪斌 他就表示说 希望美国对中共不要有酸葡萄心理 应该以更平和理性的心态 看待中国的发展 不能给对方使绊子下套子搞恶性竞争 胡锡进则表示 拜登在延续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调 遏制中共的战略态势没有缓解 但是多了一些顾忌 他还预料 美中之间今后很可能不断摩擦 政治冲突会高超跌起等等 那究竟拜登对中共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拜登有自己的说法 中共也有自己的理由 不过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 美国保守派网站国家卖动 昨天28号报道了这么一件事 说总统办公厅主任的妻子 莫尼卡·麦迪娜 曾经多次参与向中共经营的媒体投稿 并且还接受采访 而且麦迪娜还准备要加入到拜登的国务院 担任海洋和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的助理秘书 国家卖动没有指明总统办公厅主任是谁 但是查阅公开资料显示 现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是罗恩·克莱恩 她的妻子的名字恰好就是莫尼卡·麦迪娜 目前麦迪娜是一家环境电子通讯的创始人和出版商 曾经在中共大外宣环球电视网CGTN上 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 麦迪娜曾经形容 她说上CGTN的节目 是做过的最酷的事情之一 在乔治敦大学做兼职教授的麦迪娜 仅仅在2019年就先后三次出现在CGTN的电视画面上 她曾经先后接受CGTN主持人雷切尔·阿库弗 还有麦克·沃尔特等人的采访 其中一部分是讨论美 英等西方国家的环保 夏季节日对垃圾和循环利用的影响 采访重点就是集中在这些国家对塑料污染的贡献 但是麦迪娜没有提到中共国家 是世界领先的塑料生产国和最大的污染国 而在另一次沃尔特的独家采访当中 麦迪娜肯定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北极计划 她表示一带一路计划让世界看到了发展的方式 就因为麦迪娜的身份地位 所以被CGTN利用来是进行宣传吹嘘 声称美国的专家参与了他们的节目 为他们的运行式冲撞门面 白宫官员的家属与中共有这样的联系 这就很让人怀疑 即使拜登有对中共强硬的政策 也可能会被这些官员给悄悄的抵消 前国务卿蓬佩奥推文指出 拜登总统对中共的政策 他想让我们赢得21世纪的竞争 蓬佩奥强调 让我告诉你 向中共卑躬屈膝 将让我们输掉这场竞争 我们必须强硬而非软弱 再来说第四个方面 非法移民危机 川普说将摧毁美国 拜登的摆日演讲 时间虽然很长 却没有谈到非法移民的问题 只是谈他要大赦非法外国人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年龄大了 不小心出现了暂时性的遗忘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反正没有提议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在拜登的演讲当中 美女众议员劳伦伯贝特 他是一言不发 但是他的动作却格外引人注意 他展开了一条卖了毯子 就像是人们在边境沿线 避难所里面看到的那种毯子 伯贝特的发言人证实 伯贝特是有意这么做的 发言人对国会山报表示 拜登的政策引起了非法移民的危机 但是拜登没有解决 南部边境的危机问题 众议员伯贝特只能这么做 希望引起拜登 哈里斯政府的注意 不仅展示了这种非法移民探子 伯贝特还频频推文 他指责拜登 无视这种非法移民的危机 他在9点50分推文的时候 这么说的 说拜登仍然没有提到 他在美国南部边界造成的危机 四分钟之后 他又推文说 边界是战区 另外他还嘲讽说 拜登对非法移民的解决办法 就是大赦和开放边界 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也批评拜登 说他向国会致辞的时候 无视非法移民危机 看不到当前非法移民的数量 凯利说 我没有听到拜登解决边境经济危机的计划 川普也在今天 在福克斯节目当中抨击拜登 他指出 拜登造成的边界失控问题 已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到美国 在这些人当中 其中有一些是罪犯 如果拜登不在边界危机上有作为 可能要摧毁我们的国家 上个月 边境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 逮捕了近17万非法入境人员 其中包括18600多名 无人陪伴的外国儿童 近53000个家庭 还有近97000个单身的成年人 移民研究中心审查之后发现 拜登自从终止了 与中美洲的合作庇护协议之后 这个时候非法移民暴增了 所以拜登的这个动作是主要原因 同时拜登还要求边境执法人员 释放被抓捕的那些非法入境者 布莱特巴特本月初曾经报道 从1月20日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向美国境内释放了近4万2千名非法移民 文章引述 今年越过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可能将会达到120万 中国人常说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只剩100天了 应该可以看出拜登 今后4年施政的大概轮廓 不仅两党议员在批评拜登 前总统川普也要有行动了 川普昨天在福克斯商业台与玛利亚共度晨光中表示 他正在百分之百的考虑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并且他还肯定会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将选择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作为竞选搭档 川普表示 德桑蒂斯是他的朋友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说自己曾经支持罗恩竞选州长 在自己表示支持之后 罗恩就像火箭一样的飞了起来 而且他还说罗恩当州长 做得很好 在本月前不久 也是在福克斯的节目中 主持人汉尼提同样问他 是不是在2024年要竞选的问题 当时川普也表示 正在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川普两次的回应 都给人一种物理看花的感觉 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但是另外一件事 或许就暗示川普 可能已经开始竞选起跑了 CNN昨天报道 川普正在考虑恢复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集会计划 川普的助理表示 川普可能在5月份要恢复集会 目前集会的后勤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 可能会继续使用去年大选期间相同的供应商 大家应该都记得 2020年大选之前 川普举行了许多的集会 但是拜登成为总统之后 这些集会就停止了 川普离开白宫之后 似乎有些淡出公众视线 如果他恢复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集会的话 那么他必将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中国大陆 路透社今天引述两位知情人的消息 中共正准备给腾讯开出巨额发单 不会少于100亿人民币 两位消息人士和另外两位了解腾讯业务的消息人士表示 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调查 部分是集中在腾讯的音乐娱乐集团上 路透社向市场监管总局和腾讯查证 都没有得到回应 不回应或许也就是默认了 起额头上正在悬着刀 消息人士透露 对腾讯的处罚 同样是打击互联网巨头垄断的一部分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监管方的态度是 和阿里巴巴不同 你不是最大的目标 但既然行动已经开始了 不触发腾讯是不可能的 目前腾讯正在游说 争取较为宽大的触发 腾讯表示 不在乎支付高额的罚金 如果需要的话 腾讯愿意支付更多的罚金 只要核心业务不受影响 消息人士说 市场监管总局已经通知了腾讯 告诉腾讯将面临罚款 并且要求腾讯放弃独家音乐版权 结榜收购的酷我和酷狗音乐应用程序 但是腾讯的核心业务 电子游戏和微信 将保持完好无损 这个消息 对马化腾来说 应该算是不幸之中的利好了 毕竟可以保住腾讯的核心业务吧 而对于腾讯来说 这次被罚的钱 应该可以通过核心业务再赚回来 不过消息人士表示 对腾讯的触发 可能会低于稍早前对阿里的触发 但也不会低于100亿 在本月10日 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 开出了182亿多的一个罚单 但是消息人士指出 最终确定对腾讯的处罚 还需要中共高层的首肯 有可能得习近平点头 看消息人士透露的这些情况 马化腾显然比马云更懂事一些 能够主动向当局去求饶 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游说 但是在当局打击垄断这个大气候下 并没有因为马化腾的求饶 而真正的手下留情 仍然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一样进行处罚 那么在当局这股风的作用下 后面的刘强东的京东商城 黄征的拼多多 以及张一鸣的抖音等等 这些互联网企业们哀悼的日子 还会远吗 再跟大家说一个 让大家觉得好笑的事吧 今天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 苹果产品在大陆的第二季度 创下了新纪录 销售总额高达177亿美元 这是苹果的大中华地区 有史以来的最高收入 首席政经官蒂姆库克表示 在截至三月的前三个月当中 同比增长了87.5% 其中第一次购买Mac和iPad用户 占据了大约是三分之二 苹果公司常务董事丹尼尔·埃夫斯 他认为明年在中国大陆 大约会有20%的用户将要升级 中国地区有相当大的潜力 南华早报表示 促使中国的消费者购买新的iPhone的 一个主要因素 是因为华为手机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制裁严重限制了 华为手机的能力 大大降低了华为高端智能手机的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因为中共在不断的呼吁人们支持 国内的品牌购买华为手机 但现实情况是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相信华为了 转向购买苹果产品 前天路透社报道说 华为第一季度的营收 总额是1522亿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下滑了16.5% 华为自己承认 在出售的智能手机品牌荣耀之后 销售就出现了严重下滑 有一位大陆网友在微博中表示 中国人只是用嘴巴支持华为 但他们的身体是很诚实的 有网友调侃 大陆这些群众不行啊 怎么都不支持当局啊 还有网友表示 从苹果的情况来看 估计特斯拉的销量也会暴涨 因为最近的维权事件 已经成了特斯拉的免费广告 许许多多人都看到了 特斯拉的自动刹车 是真的在干活 最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疫情情况 跟大家通报一个不好的消息 印度变种病毒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了 在部分城市 现在已经检测到了这种变异的毒蛛 今天下午在中共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伯敦友 他说在中国部分城市 检测到有印度变异毒株 伯敦友表示 28日浙江新增的11例病例当中 从印尼输入1例 无症状感染患者 另外10例都是从印度输入的 27日重庆报告说 发现了1例从印度输入的确诊病例 是在印度工作的一名中国籍男子 4月14日 这名男子乘坐H9787航班 从尼泊尔抵达重庆 随后接受集中隔离观察 27日检测出阳性 此前23日 重庆还报告了4例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 也都是来自印度 伯敦友表示 不管病毒怎么变异 中共能够阻断传播 中共当局这是通过无尊有之口 在给人们吃定心丸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麻痹大意 中共的话是极度不可信 用网友的话说 中共靠得住母猪天天都上书 大家想一想 早在23号重庆就检测出了 印度变种病毒病例 可是有几个人知道 中共对外公布这件事呢 前面这几天为什么不公布呢 非要等到今天一起对外公布 中共早前一直说 各种水产品上检测到了病毒 天间的大桥雪糕里面也发现了病毒 甚至厕所里面也发现了病毒 按照中共的逻辑来说 这种病毒并不一定非得是通过人传人扩散 也就是说病毒可能是通过其他的媒体传播 那么有没有可能 印度的变种病毒通过其他的载体传入中国呢 所以我提醒每一位朋友 千万不要相信中共 谁知道当局通报的这几个病例 谁是全部的病例还是其中的一部分呢 会不会有漏网之余呢 马上就小长假了 大家一定要绷紧这根弦不能放松 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 一定要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态 善良 我跟大家说过 这是万能的解药 另外同时也不要忘了 跟中共从心里别划清界限 从心里去唾弃这个恶魔 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 在病毒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现在 这个或许就可以帮您躲过劫难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帮我们点赞订阅 并且尽可能的帮我们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因为真相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